娱乐第一眼 八卦 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港媒爆料称 王菲对于张伯芝的服装店看在谢霆锋饼店附近十分不满 甚至带人在新店大闹 导致张伯芝的手意外受伤 谢霆锋得知之后带着张伯芝到医院检查 张伯芝和谢霆锋已经离婚多年了 谢霆锋和王菲复和很是恩爱甜蜜 张伯芝虽然一直处于单身状态 但是有三个儿子的陪伴生活也是幸福充实 然而三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有风吹草动 都先拧绝大家的神经 日前港媒称张伯芝进军商界 在香港开启了自己的潮牌店 不仅亲自在店里缆客 还拉来大儿子担任模特 港媒还称潮牌店和谢霆锋的饼店 只有百米之遥 俩人成了街坊 面对媒体有关谢霆锋的访问 张伯芝则闭口不谈 而张伯芝在前夫附近开店的动作 引发了网友堆砌关系的质疑 网传张伯芝被打的视频当中 店铺一片狼藉 似乎发生过激烈的争动 一只手上缠着纱布 看起来受伤很严重 此事在网络上发酵后 很多网友表示难以令人置信 一时间王菲成为了网友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谣言了 今天张伯芝还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段视频 宣传自己的心电 视频当中张伯芝一身黑色造型出镜 酷炫十足 再看张伯芝的双手完好无损 并没有缠着纱布 因此王菲大闹这张伯芝受伤一说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张伯芝和王菲都是公众人物 他们被娱乐调侃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像这种毫无底线的造谣污蔑 不得不说是实在是太过分了 希望造谣者呢 适可而止 也希望张伯芝王菲 以及谢霆锋 不要受谣言困扰 要是没记错的话 离谢霆锋张伯芝离婚已经过去了六年了 离谢霆锋王黑复合也已经过去了四年了 就连隔壁的北美一难忘都有了结局 而这一头的谢王张呢 却还在奋力打开新地图 媒体扒布出来 孩子生父 便另辟蹊径 让谢霆锋又有了姓名 毕竟再也不会有比这个更劲爆的新闻 可以搏版面了 就如当年王菲离婚一样啊 媒体第一时间 追问感受的人呢 不是李阿鹏 而是谢霆锋 而那时候 风飞恋呢 都已经过去了十一年了 似乎谢霆锋这一生 只要关于王菲 或者张伯芝的新闻呢 他都注定会有一席之地的 就像导演刘振伟说的那样 这三人在我眼里呢 就像一部电影 自来刻骨铭心 多位初恋 谢霆锋呢 却是一个例外啊 要知道从谢霆锋出道那天起 就不缺的就是关注和绯闻 1995年 谢霆锋与初恋女友戴韵思相恋 1997年被港媒拍到 与当时的英皇一姐赵雪尔拍拖 1999年又与卢巧英上演了好心分手 而回头再看这些情爱纠葛呢 在谢霆锋往后的情绪当中 无疑是繁星与日月之别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默认为38岁的谢霆锋 一直只在王菲与张伯芝之间来回纠缠 谢霆锋 王菲张伯芝之间的爱恨情仇啊 用狗血来形容丝毫不夸张 尚且别说18年来娱乐圈 再也没出现过如此轰轰烈烈的爱情 就连跌宕起伏的精彩程度呢 也不亚于尽将任何一本娱乐圈文 这两段恋情啊 真正的是一段挑战世俗 一段选择世俗 明明相互矛盾却又相互关联 如果这是一部狗血肥皂剧的话呢 2000年则是当成无愧的第一集 谢霆锋是王菲的歌迷 这不是什么秘密啊 1994年呢 王菲红看演唱会 王菲在台上唱着梦中人 那年14岁的谢霆锋啊 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台上的女神 真的成为了日后的梦中人 1999年一张 谢谢你的爱1999的专辑 让谢霆锋红极一时 桀骜不驯的气质 与不走寻常路的叛逆 就这样在香港娱乐圈横空出世 而那一年的王菲感情当中 刚和斗维离了婚 事业上天后之词已经凸显 一个是意气风发的先生带偶像 一个是如日中天的乐坛天后 看似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人 在2000年被拍到在香港跑马地 Green Spot开party的时候呢 亲密举动 两个知手可热的人物还隔着11岁的岁月 鸿沟 酒吧事件意境曝光 直接炸响了娱乐圈 与现在明星恋情曝光的套路一样啊 首先呢一定是发布声明否认 但当年天后的声明啊 酷太多了啊 针对我的私人生活 不回应是因为没有必要 就在同年6月啊 在梁朝伟获得嘎那影帝的庆功宴上 调手以判的记者们 估计还在构思 如何写出一个 王菲谢霆锋同框的吸睛标题导时 30岁的王菲笑容灿烂的 牵着19岁脸 带着羞涩的谢霆锋 相差11岁的姐弟恋啊 就这样大大方方的向世人宣告 于当时的娱乐圈而言 惊世骇俗一点都不为过 风菲恋在这一年呢正式登场 不被看好的姐弟恋呢 似乎在用甜蜜 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世俗的纷纷议论 就这么不管不顾我行我素的大一场 一起闻了情侣纹身 带情侣戒 谢霆锋呢 用几十万拍下F1的车牌 给王菲当生日礼物 王菲探班谢霆锋时呢 在阳台上又望远镜 远远的看他 演唱会上啊 会唱红豆你的爱1999 事业上的女强男弱 年龄上的姐弟十岁之差 他们呢 可以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却又注定要为平凡生活买单 甜蜜不过一年啊 两人之间的关系呢 开始有微妙变化了 在2001年这个名场面当中 可是亏得以二 TVB颁奖典礼呢 上面谢霆锋献唱 正牌女友坐在台下 谢霆锋没有给予一丝的互动 反而走到了张博之和陈冠希中间 效作一团 从那开始啊 谢霆锋和王菲之间呢 开始频繁的出现张博之的名字 2002年初 张博之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谢霆锋第一时间就去医院看望 虽然谢霆锋对外界解释 只把博之当妹妹来看 但很明显啊 年轻的谢霆锋 没能处理好三人的关系 而是一边和王菲处对象 一边又与张博之恋人未满 他犯了很多渣男都容易犯的错 优柔寡断贪得无厌 风菲与风之第一次摆到明面上来 必须要谢霆锋做出抉择 是在2002年发生了大名鼎鼎的鼎包案之后啊 鼎包案放到现在看呢 就是一次失败到近乎愚蠢的公关 当时呢 最戏剧狗血的说法是 谢霆锋一边找人鼎包车祸 一边呢 却被拍到与张博之游泰国 并且警方呢 在张博之住处将二人一起带回去做笔录 真相到底如何啊随不得而知 但是能肯定的是 因为鼎包案的发生 不仅牵扯出了谢王璋的三角链 也让谢霆锋的视野和名声跌落谷底 关押14天之后 接受采访的谢霆锋 承认了与王妃分手 风飞链刚走啊 风之链的报道随即紧跟其上 或许在外界看来 同龄的谢霆锋和张博之 更符合世俗眼里的爱情模样 而且啊还有勤奋可询呢 1999年两人合拍了电影《老夫子》 18岁的张博之 因为谢霆锋的一个背影 就产生了好感 年少的相识 金童玉女般的般配啊 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故事的狗血就在于 他们是永远不按常理出牌的三个人 2002年7月 谢霆锋与张博之分手 紧接着在11月毫无征兆地与王妃复合 后来呢张博之在娱乐百分百中 回顾这段感情 只用错爱谢霆锋做了总结 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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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则故事里的三人都已经遍体鳞伤 很多年后已经离婚的谢霆锋呢 总算明白了 自己最不擅长处理的就是感情的事 2003年 谢霆锋王妃再次牵手出现在聚光灯前 与三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谢霆锋 走在前面牵起了王妃的手 后来谢霆锋在鲁裕采访中说 牵手并不是一种宣告 而是他们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 造化弄人的是 说着25岁会娶王妃的谢霆锋 在他23岁这一年呢 与王妃彻底分手了 后来王妃投入了与李亚旁的新恋情 张博之也找了一个老外男友交往 轰轰烈烈一场 没曾想啊 这一段感情当中三个人都落了空 以为折腾了多年终归会相忘交互时 谢霆锋与张博之拍摄 无及时爆出的庆生视频 又让风之党的旗帜高高举起了 中国版意难忘的狗血程度 从不会让人失望 2005年王妃李亚鹏结婚 谢霆锋先是撕心裂肺的 在演唱会上唱了一首《让爱一切成空》 并隔空的对王妃说啊 送给你 消沉了一年后的谢霆锋呢 在第二年与张博之复合 不能看出 在这两段截然不同的感情上 谢霆锋始终处于一种摇摆状态 或许正是这样的反复以往呢 最终伤人伤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